哈喽哈喽大家好 我是B.A.Y.阿伯 欢迎来到亚洲最大 孤勇者研究团队 没有错 今天这一集影片呢 我们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次活动 要怎么来抽呢 同时呢也会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实测过后 大致上呢有一个方向了 来给大家做一个参考 感谢感谢明斗内330块谢谢 大家刷一波大感谢 好这次活动呢我觉得有几个重点 一个重点是什么呢 如果你是中大克的玩家 还没有抽到这个大威天龙的 是可以来抽的 因为大威天龙他的减伤10%是拥有的属性 所以呢就可以直接让你的机体啊 提升了10%的减伤 哦这个10%减伤呢 是非常非常的肥的 对于这个中大克玩家 但是一把神器呢 就等于了差不多2到3把 甚至更多把的这个拥有属性啊 所以呢CP值是非常高的 那这次活动刚好是能够去自选这个大威天龙 不过呢这一次的活动 不是最好的活动去抽这个大威天龙 因为未来一定还会有这种类似的活动 可以再让你自选这个大威天龙 那为什么说这一次不是最好的呢 因为这一次的这个神器呢 这一下神器呢我们实测出来啊 结果呢是令人失望的 什么叫做令人失望呢 来 首先这个战斗开始 每5秒就可以降下一个神阀 然后可以造成这个普攻伤害 500%开场会立即释放 但是开场有沒有释放都没差啦 第一個你會開套你會無敵 第二個這500%的普攻範圍就抓癢 OK接著呢我們剛有提到說這個 每5秒釋放一次的技能叫做神法 我們幫他取個名字叫神法 因為他是什麼神劍加神槍 那打下來就是神法 我們明明就可以把他說得很清楚 對不對 那當你生命首次低於80%的時候 每次可以額外的去造成1250%的技能傷害 跟500%的當前連擊傷害和500%的當前反擊傷害 看不太懂對不對 他其實意思就是說 當你生命首次低於80%的時候 神法就會被buff了 可以去多額外的造成了這些傷害 那這些傷害呢如果對於法師來說 每5秒才打出這個1250% 我覺得是有點雞肋但有用 不能說沒用還是有用的 那至於說跟這個鐮刀比起來好像不相上下 如果你鐮刀比較歐一點抽到比較好 那鐮刀比較強 那如果你鐮刀都抽到垃圾的話 那這一把的話效果就會比較好 那至於對於戰士跟弩手來說呢 無庸置疑就是個垃圾 因為他500% 我一次連擊就打了幾萬%的連擊傷害 你要這個500% 唉 OK 那大家了解了嗎 好接下來 生命首次低於60%後 普攻的爭議會變成4秒觸發一次 那一樣喔 觸發之後對於弩手跟戰士來說呢 也是完全的沒用 那對於這個法師來說呢 還算是OK啦 還行啦 然後最後會斬殺 所以這把神器呢 對於法師來說算是還行 對於弩手跟戰士來說呢 是完全沒用的 然後接下來跟大家講一下 他這個神法打下來呢 是打範圍的傷害 而且同時傷害是可以暴擊的 這是一個補充說明啦 好再來這隻翅膀呢 翅膀喔 這也是蠻尷尬的啦 他如果戰鬥打不到10秒 基本上感受不到他的強度啦 所以基本上是比這個冰霜還要弱 比這雙兵翅膀還要弱 但如果你打到太長 那個翅膀他持續的效果又只有20秒 所以如果戰鬥時間拉到很長的同時呢 那他的這個翅膀效果又沒用了 所以他呢 現在最好用的時機點啊 就在於說開局的 差不多你就是打戰鬥時間落在這個 15秒到30秒這個區間啊 這個翅膀才能發揮他最強的一個強度啊 那他有一個好處就在於說齁 如果是弩手跟弩手內戰 他的這個效果是特別強 是最強的 這邊有加到這個攻速嘛 20% 那攻速對於法師有用 但很有限 那對於戰士來說基本上是完全沒用的 所以說呢 這個翅膀對於弩手來說算是最有用 然後其次呢是這個法師 最後是戰士 那 那 弩手內戰為什麼最強 就是最有用 就是因為你可以在第二次 比別人早放到這個腳械 還有這個比較快去放到第二輪的技能啊 所以呢可以讓你在如果兩輪就定勝負 兩輪技能就定勝負的話呢 那就會很強 但前提就是我覺得有點尷尬 就是這戰鬥時間你必須不能太短 也不能太長 就只有這個區間它是最有用的 所以呢 很有可能在未來的版本就沒有用了 因為他的強的地方呢非常的局限 非常的局限 OK所以他有他的強度 但就是他強的時間點很局限 那就看你自己要不要抽 OK 那再來 坐騎 我們這次沒有要抽我們就不講了 那來跟大家講一下這個大威天龍 就是 我們只要抽完一輪神器之後 第二輪就可以來自選我們的大威天龍 那這大威天龍有加到這10%減傷啊 那這10%減傷的期望值呢 差不多來到8%左右 非常的強喔 大致上呢 以現階段來說 如果啦 如果你的痊癒生命來到200%的話 那這個大威天龍的效果呢 差不多就是加了16%的痊癒生命啊 以此類推 那如果以他現在目前齁 這個痊癒生命是來到了256% 所以他的期望 我們剛剛說那減傷期望差不多是8%啦 所以呢就是256%乘以這個0.1.0 欸 才會乘以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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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8 所以你看 當他的痊癒生命來到256%的情況下 那那個大衛天龍錘他的所帶來的效益呢 就相當於20%的痊癒生命 那他會隨著你痊癒生命越高 他的CP值就越高 所以是一把很性價比很高的一個神器啊 一個被動效果 好那我們現在就要來抽給大家看一下了 來 他第一把神器保底呢是在 800多抽的時候 欸你這個有點硬欸 你錢夠不夠啊信佑 等一下 你錢儲不夠啊 你等一下沒有出了怎麼辦呢 我感覺出不來欸 你剛剛是800多欸 那你代表說你頂多再買個 你頂多500多抽加起來 很硬喔 抽了就很夠了 那你覺得你要怎麼剋 你的禮幫我直接拉3290嗎 我會直接去拉3290啦 因為我覺得如果有可能會保底喔 保底最後你可以用這些上面去補啦 當然你也可以直接先拉上面 那先拉上面就有個問題喔 如果到時候真的要保底了 那你只差10抽 你也只能剋這個3290 只要先從這個1690往下 那就照你的意思辦 好不好 那就照你的意思辦 所以呢 以信佑來說呢 我們就是先買最便宜的 三包1690 OK 你改了是不是 我剛剛以為說以下 好好好 來來來來 來開抽啦 搞不好提前出貨啦 對啊你們不要這樣子 對不對 先看一下大衛天龍有選好了齁 你怎麼感覺有點硬啊 謹佑 出 大衛天龍 大衛天龍 喔幹 翅膀嚇我一跳 嗨 Ken晚上好 大衛天龍 來 來來一把生氣 水水水 哇靠腰咧 嘖 哎呀 呵呵呵呵呵 你 信佑你要乾了信佑 信佑哪一包 三包1690齁 我就照你說的齁 來 大衛天龍 水水水 完蛋了 也還好啦 現在就300多抽啊 還好吧 對不對 這沒出貨是正常的啊 來 大衛天龍 完了 我覺得我要被信佑黑一輩子了 呵呵呵呵呵呵呵 信佑 3290對不對 蛤 呵呵呵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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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出就噴 主播一輩子問題不大 喔麥 OK 來了 來了 信信信 大衛天龍 我們等這個中間圖案出現大衛天龍 我們就我們就抽 好不好 別人保底你感覺 我看起來是這樣的人嗎 我看起來像幸災熱禍的人嗎 大衛天龍出來我們就抽 大衛天龍出來我們就抽 OK 等一下 很暗 第二輪是不是都很難抽啊 有點行 來 天龍 起來 在哪 靠腰那麼難抽咧 哇靠 第二輪九層保底這麼硬喔 完了完了 火爆連點了是不是 好直接火爆連點了 你的心又乾了耶 靠腰 火爆連點 火爆連點 嘻嘻嘻 Oh yes baby 哎呦看起來我運氣算是還不錯的喔 哎呦終於不用再被這個幹一輩子了 逃過一劫 哇歐洲人咧小心藥 嘻嘻嘻 啊你招呼給我 靠腰 你要把剩下要除的 會給我是不是 來啊 你靠腰直接抖內就好了 是嘻 差點壞掉 好啦 那我們今天這一集的這個直播呢 哎 這一集影片呢就到這邊 這邊呢大家有看到 一千四百零四抽 一千四百零四抽 抽了兩把的大威天龍 碎碎碎 那我們現在呢 來把這個 解鎖了 來 六六再按一把喔 哇靠腰咧 六六六六再按一把喔 哇 哇 這麼貪的嗎 來 六六再一把 我馬上抖一單 來 大威天龍 我的一單就靠你了 大威天龍 天龍 六六 馬上再抖一單 六六 看你敢不敢再玩 來 單抽出奇蹟 一單來了 我的一單 在哪裡 在這裡 來囉 海 地 撈 耶 好啦 那我們今天這一集直播呢 花樂的時光總共過特別快 就到這邊 感謝各位收看 我是阿貝 我們下集再見 拜 又水了一集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